九龙塘贵为传统的豪宅地段 一直以来都吸引不少专贵的家庭和名人在这里住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中原地产高级区域营业董事Peter 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区的情况 九龙塘区其中一个最吸引用家的地方 就是41区小学校网 中学的优质校网 和区内的国际学校和直资学校 另外鄰近九龙仔公园和运动场 区内环境清幽 区内的有一层商场也是消闲娱乐的好选择 听你这么说校网和居住环境都不错 交通方面又如何呢 这区享有港铁三线优势 都鄰近兴建中的沙中线宋皇台站 再加上区内已经发展完善的公共交通网络 就贯通港九新界 交通是不成问题的 位于九龙塘延门礼士道的低密度高尚住宅 俊瑞Aton 就获得一众买家的关注 项目提供60个单位 单位间隔多元化 涵盖一房到四房户 当中三房和四房的单位比例比较多 大约占整个项目的50个percent 另外涉及有大约10个percent是特色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区租务来计 九龙塘主要是旧楼为主 大约的赤价可能由三四十到五六十不等 新楼主要是集中在大单位 因为九龙塘豪宅地段 发展商一向主力推出大单位 例如日农 延闻礼士 单位主要是过千尺为主 而这一类的单位 现在做的赤租大约是50至70元左右不等 如果九龙塘四十不效网 有些小单位是新楼推出的话 我相信租务市场会相当渴求 而这一类单位我估计 赤价可以到六十至七十元左右 为了增加项目的内涵 发展商专程邀请了著名身外设计公司 VIA攀手合作 为项目注入新一代豪宅 优质而时尚的元素 另外项目只是提供六十个单位 当中包括有小单位 在区内就比较少这一类型的供应 合心水的朋友就可以认真考虑一下